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停止處理中國公司在美國首次公開募股IPO申請後 中共監管機構8月1日與調方圓尋求與美方進行會談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8月1日在聲明中說 北京正在尋求加強與美國證管會的溝通 以找到合適的中企赴美IPO的解決方案 之前美國監管機構表示將暫停所有中國公司的IPO 直到這些公司改善它的風險披露 中國監管機構對此呼籲在這個問題上互相尊重和合作 針對中共政府強力干預企業等非經濟因素所引發的市場劇烈震盪 美國證管會決定在投資風險得到更好的披露前 將阻止中企IPO幾乎是已成定局 美國證管會主席加里·根斯勒7月30日在一份聲明中說 中國企業首次上市發行必須提供額外的風險披露信息 這個舉動是對北京出台新規則的反擊 面對美方的強硬態度 中共監管機構週日語調放軟表示 我們注意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有關聲明 特別是對上市的信息披露方面提出的新的要求 並說北京對中企的上市地點一直採取開放的態度 美國證券交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